秦始皇 司马迁 孙中山 宋美玲 哥伦布 纳破仑 爱迪生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 罗永生 曾卓宜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风云时迹 隋文帝 隋阳帝 姓人黑寒 公元581年 杨坚 山州 立隋 是为隋文帝 隋朝建立 依此 首要面对的事情 并不是好像传统史书所说 去南下平陈 而是应付 北面突厥的威胁 公元六世纪初 突厥族挖起于今日 阿尔泰山南鹿一带 在土门黑寒领导下 建立韩国 突厥势力日益强大 不单止征服周边其他游牧民族 甚至对中原王朝 亦都带来莫大的威胁 中原的北魏政权 以及后来的北齐 北州都纷纷和突厥交好 以换取边境安宁 其中北州更加以立共和禍亲政策 以获得突厥黑寒支持 阳坚代州之后停止向突厥的税贡 又用蔣孙成的建议 对突厥诸步采取软交紧攻 力强合约的分化政策 短短三数年间 不单止瓦解突厥的威胁 更加逼使东突厥的沙泊略黑寒 从此扭转至北魏以来 双方的攻守形势 及至开往十八年 即是公元五九八年 徐文帝更加派兵 协助突厥启文黑寒击卫同族 达头报家黑寒 以及其利忽所报 启文黑寒因而上表陈借 表内称徐文帝为圣人黑寒 曾经有台湾和香港学者 赞文研究圣人黑寒的意义 都认为这个称号的重要性 应该在日后唐太宗的天黑寒之上 古今丰闻人物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刘云生 我是曾卓妍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徐文帝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大象三年阳坚散州立除 其实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认为 徐文帝阳坚散州立除 真的很容易 后来清代的著名世家 古来得天下容易莫过于阳坚 当然也有些嘲讽 说他欺负孤儿寡妇 说他欺负人家宗室之后 说他散夺人家孤寡 还有说他得权到清帝中间 其实时间都很快可以完成 是啊 大概头尾都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因为其实在大象三年 当北周这个孙帝于文帝死了之后 和两个权臣流仿正役 就是矫召,就夺了权 就说自己围召 就做他所谓的执政 当然因为他在生的时候 和他的女婿 就是于文帝关系这么恶劣 正常人都觉得 没有理由 是会围召给他摄政 于是当时有三个地方的总管 纷纷起兵来对抗中央 不认识杨坚那个所谓领导地说 分别就是双州总管屈慈悔 益州总管王谦 和一个地方军人叫做司马萧南 这三个都是一方的猛将来的 他们三个不约而同一起起兵 徽军北上 希望直到长安推翻这个杨坚的管治 当时杨坚都可以说 处于一个相当险峻的情况 但怎样去短短不够三几个月 就把三支军队绞平了 这个跟他的部署有关系 我们说 因为其实跟当时的关中地区特殊性有关系 因为上两次我都讲过 于文泰建立了这个北州政权 的时候有苦兵 不是有八柱国 其实就正如著名的市家 赤岩阁先生说 他建立了关中地区的特殊性 关中地区无论是人 军事经济量都是 居中如来 是全国之首 所以只要杨坚掌握了长安政权 可以调动长安周边的 所谓人力物力资源 来逐一击破这三个地方上的叛争 你不要忘记 屈慧会都是很知心 他都是于文泰的女婿 做江州总管 但是短短三个月里面 杨坚竟然可以将这三个地方的叛争 逐一击破 所以说 肺炊虎之后 这个都是一个 跟关聋集团的特殊性有关 是啊 关聋集团上一个星期都有讲到 除了是因为他们本身 都是母村出身的一群人之外 还有他们也很早就有大量的 因亲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有讲到 几朝的皇室和元老成员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 兄弟姐妹都有一些互相结婚的 既然是这样 我们说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 应该对前朝的孤儿寡妇 或者对当时的玉文斌的后代 又如何处理呢 第一件事 他就将他的女儿的嫡子 因为他的女儿 梁丽华 其实是正身皇后来的 但是继位的静底 就不是他的儿子 上前都讲过 是诸母日所生的 所以晒上去 将北周的静底 就扁了做一个国公 对不对 然后就将整个北周 王朝从于文泰 于文国 于文旭 于文雍 这几个皇帝的子 宅宣全部杀了 所以后来 赵逸写这个 尤词杰坚建议 杀前朝的遗言 以杨坚最狠毒 一个毛泽天 两个都是 将前朝皇帝的遗言 全部杀过清江 都可以叫做净杀宗室 没错 所以说 有个两极 关隆集团 就是因亲的结合 所以当时 杨坚杀的 就只是杀了 他那条线的 忠实的那班人 对于整个关隆集团来说 就反过来 就是权力的转移 其实是一个 以前确的先生的说法 就是一个内部的转移 就是说 由一边的一班人 去到另外一班人 其实整个关隆集团的力量 是没有减弱 也没有损失 所以 为什么说杨坚建议这么容易 而刚才 罗先生也说到 跟关隆集团的特殊有关系 就是这一点 没错 因为我们上次都讲过 他跟独孤后的婚姻 也都能够 凝聚了一班 周徐武将对他的支持 这个很重要 因为独孤后 父亲是独孤顺 都是白处国之一 很有威望 所以 其实这里是稳定了 所以只是将 于民事一族 从关隆集团中 清除了 其实对整个关隆 陈总没有什么影响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 杨坚去职位之后 将很多于民 太适逸的政策 废除了 据史书的 还汉魏之旧 例如 他将很多汉人 本来是独孙的 譬如他自己叫蒲鲁如坚 他再恢复汉性 他自称为阳坚 譬如 大野虎 李虎 大野炳 大野冤等等 后来的李炳 李冤 所以将很多 本来是 改了做胡姓的 一些汉人 呼辱回 史书叫做 还汉魏之旧 这个就是后来 成就了 开黄仁寿年间 那个盛世的前缘 这个有机会 跟大家再慢慢详细 我们也有说 北周 其中有一些刑罚 就有些确认 但里面的 实际的刑罚 都相当严苛 我们说 在阳坚登位之后 就对一些前朝的 我们叫做 所谓刑书要制 里面一些内容 就有所减略 觉得太严苛的 那些浴刑 就应该要有这个废除 这些到时 慢慢我们之后 还会再详细讲下去 其实阳坚 即位之后 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就不是我们 好像传统史书 讲得这么简单 因为传统史书 常说阳坚 用九年时间 来部署南下灭陈 统一天后 但实际上 传统史书 从开黄元年 跳到开黄九年 中间那九年 阳坚做什么 其实上海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面对 就是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 因为其实南北朝晚年 突厥挖起于 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带 当时他可以控制着 整个厄欧草原 并且尤其是对南方 两个所谓的北魏 以至后来衍生出来的 东魏西魏 北齐北齿 採取了很强大的压力 令到后来的北魏也好 北齐北齿也好 都纷纷要什么 要笼络这个突厥 甚至乎要和亲 所以形成了当时北亚洲 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就是突厥 而突厥 是不太认同杨坚的做法 认为杨坚散州灭除 对他们的利益带来损害 我们这里来到 就是一个很重要 但通常都被历史罪述忽略 因为通常在内部问题 就没有处理到 一些当时的东亚 重要的格局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突厥 如罗先生所说 它是整个 亚洲中心大陆 一个核心的力量 笼统来说 分为西特厥和东特厥 当然跟我们中国关系 很大 就是当时的实质 东变的一个特决 它下面也有很多 小的王国在里面 整体是一个大的 特决的力量 而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北魅分了为东魅西魅 然后就分了为北周和北齐 但是你可以想想 在这样的北部三国志 就是北周 北齐和东特决 这三个力量里面 特决是占着压倒性的优势 在这样的面貌之下 没有办法的 所有的叫做我们中国北方 但是其实这些南方的力量 必须跟特决交好 任何一个你都没办法 简单说就是特决在当时 其中有这个讲法里面 其实特决是占据了 那个以示的主动权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武力的战争 种种的侵略 去达成你必须要跟它聊天 必须要以和的条件 这个主动权一直都在特决手里面 其实周徐之仔 当时特决有一个在位的客汉 叫做沙渤略客汉 当时他徐书的记者 当时特决的领土很厉害 冬至今年的东三省 先碑一带外兴安岭 西去到今年的旅海黑海 南到今年的内蒙国一带 北到最北 北海即现在是贝加尔那带 空源所谓的北 蒋草的都是他 空源过百万 当时说他东西万里 南北五千里 而首都建于今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航外山 而特决是经常南下木马的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要选中原的政权 进来加保护费 简单来说 所以当时沙渤略很得戚地说 简单来说 只要我从南方的两个儿子听的话 我就不忧无事了 不忧无物 两个儿子是指哪个 就是北齐北州政权 两个对视的政权 纷纷要向这个特决示好 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外援 其中北州就比较进取了 北州武帝的时候 曾经将一个宗室女 嫁给沙卜略做一个河敦 那个叫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作为河敦 当时派了一个陪臣 这个陪臣就是蒋孙成 作为陪家使者 带领千金公主去杭外山 作为沙卜略客汉的河敦 蒋孙成就流流了向特决的汉将 汉将之后是黄庭 大概前后两年多三年的情况 而了解了这个特决里面的政治形势 山川面貌 各个不同的世学汉当中的利害乖等等 对特决内部的情况颇为掌握 以此同时在他出事的时候 南面的州朝就已经 政权已经跟谍了 刚才说过了 蒋孙成去这个特决的时候 有大概三年时间 就是这三年 武帝死了 这个孙帝又做了太上皇 又死了 政权又禅扬了给他的杨坚 所以千金公主见到自己的故国被杨坚杀了 如果调气肯定是不顺 就慫恿这个沙培里面 南下要去父亲报仇 这个就形成了 杨坚立国以致 其实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内部 而是外部的特决的南下的一个所谓的威胁 这个当中是千金公主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力 史书里面这个不讲的 因为不是很光彩 实际上头那八九年 其实杨坚最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要面对特决 如果一旦处理都不可能 特决南下 将整个除阳政权可能摧毁 都是这样的可能性 当时南北朝的整体面貌 北方的力量南下灭 这些国家是非常之可能的一些事 而另外一个对杨坚最头痛的问题 其实就是那个边疆的线的延长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特决的范围太大 几乎将整个由北面到西面的徐朝的领土 都包括在在内 所以其实它可以由几条的传统的 北方的外移南侵的路线都可以下来 无论是今天北京的路线 山西的路线 或者是走旧的梁州西边的一条线 全部几条线都可以直入徐朝侵座 其中有一些的试过 这一次开王元年的侵略 其实已经叫做很快的威胁到长安的安危 在这些面貌的话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真的有德镇没得陈 是啊 据史书记住 刚才的蔡言说了 在开王元年 沙泊略就联同北齐的旧人 一个叫高宝宁的旧将 就带兵直指邮州 当时杨坚派了两个首将 一个叫殷授 一个就是余庆泽 就带兵去邮州和拼州 作一个防线来抵御 让自己的太子杨勇坐镇长安 共抗这个特决 基本上是可以抵御到特决的来犯 并且少有胜仗 但始终特决人的威胁 仍然存在着 于是乎杨坚就想到办法了 古今风云人物 徐文帝 徐阳帝 主持 罗永生 曾卓言 当时蔣孙诚已经从特决的故土回来了 所以杨坚用了蔣孙诚的计划 对这个特决出了一套 以手为攻的政策 希望扭转了这个局面 当时蔣孙诚给杨坚的政策 用八个字 其实是中国古代 战国时期的秦超王 用一个所谓客卿 犯罪的策略 那八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远交近攻 离强合约 因为特决是一些所谓部落联盟 沙部落客汗即是大汗 当中还有很多不少的所谓的小头目 小客汗 他们都是纷纷窥视这个客汗之位 并且特决这个部落很奇怪 他就不是用这个负死指计 是轻忠递及 有强者就可以 有力者就可以争大汗之位 所以个个都苦视眈眈大汗之位 于是乎就有机会了 让蔣孙诚乘机 所谓的挑动力决内部 一些不同的一些小小力量 是抽这个沙部落的后脚 例如就为在这个蔣孙诚的挑动之下 沙部落不得不将他的权力下放 当时在整个特决里面 竟然出了四个客汗 当然沙部落是大客汗 另外就有几个是哪个 一个就是第二可汗 阿波客汗 有达头客汗 当然沙部落是一位 但徐朝就辅助另外三个 来拉这个沙部落的后脚 简单来说就是分化 软交近攻 离强合约 就是资助的一个 比如木干客汗 阿波客汗 伊利客汗 达头客汗等等 而来牵制这个沙部落 让他们自己里面 所谓的鬼打鬼 简单来说 当时杨坚也有在徐朝的时候 一边是离间 一边就收长城 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杨坚的整体想法的变化 当时杨坚认为 特决没有随着中国方面的变化 而改变他的政策 他始终保持着北周北齐 分了东西西西 简单 拉一边打一边 哪边强就拉弱 那边打强那边就行了 但其实当时北周 已经打赢了北齐 而靖坚的高宝宁那边的旧部 其实势是很弱的 而这个变化 就是简单来说 你拉了一班 其实必须特决扶持的 最弱的人 而面对着 其实已经相对强起上来的 北周之后的一个徐朝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这样都还用旧的方法来打 其实你就不知道 徐朝已经有能力 可以跟你决战 所以对于杨坚来说 是必须要将化被动为主动 开始要想方法去打他们 没错就在开往大概两三年之后 就因为这个离强合约 远交近观政策 奏效的话 特决开始分裂 正如刚才的出现 特决开始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 西特决就是亚波 达头那些 而东特决就是沙泊略 西特决我们说 今天来说 甚至去到黑海 雷海一带那些 东特决仍然是一个 很大的力量 压境的力量 但起码就将一个庞大的特决 一分为二 而西特决对徐朝 关系比较好 东特决就是徐朝 打击那个力量 那结果立杆建议 就在开往的第四年 沙泊略赫汗 就因为受到西特决 和徐朝的夹击之下 终于支持不住了 主动向徐朝求和 并且进表就说 天无二日 土无二皇 大徐皇帝 真皇帝也 这个是在史书里记载了 所以就令到可以看到 短短四年的时间 本来长期中原皇帝 处于一个首饰的状态 竟然短短时间扭转成了情况 不但将特决分化了 正令到特决客汗内朝 这个是很大的所谓的成果 刘先生刚才说 他当我们中国的皇朝 是儿子 当是儿子 现在已经当我们真皇帝 之后又怎样呢 之后更厉害 我曾经先一两年 参加学书记写一篇文章 就是专谈这个 到了大概开往十余年之后 特决的第二代皇帝 东特决的第二代君主 就是沙泊略之后的 启文赫汗 用个中文名的 就是汉字名 因为启文赫的细弱 就是靠徐朝 帮他附上去大卫 于是启文赫亲自降表清晨 专这个徐文赫为 大秦圣人客汗 是用中国圣人两个字的 这个圣人客汗 有台湾学者认为 圣人和客汗两个分开的概念 但我就不赞成这个 我写了一篇文章 和他反驳了 我认为这个圣人汗 是一个比后来 唐太宗的天下汗 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皇帝 就表示了什么 这个圣人汗 是表示特决人 是愿意甘心苦手 以中原皇朝的领导之下 成为他的所谓的保护神 所以这个圣人客汗 是可圈可定 但很可惜 后来的徐书 以后来的学者 对这个研究不是很多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强调了 徐朝的圣人客汗 这个伟大的成就的话 那唐太宗的天下汗是怎样 一比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特决在我们很多原本的文字 讲 譬如清晨 种种的交往的表 其实特决人 是知道圣人的意思 他知道中华文化里面 过于一个观念背后的 所属的意义 其实很多份 沙卜律的表都有 你说你是真皇帝 你是真圣人 所以就不可以说 他是一个无知之下 讲给你的一个术语 你看中国传统的文章 原来你猜圣人好一点 但是天下的 当然是圣人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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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蒙古观念 是草原观念 没错 草原观念 所谓暴落的观念 但在中原皇帝的本位当中 圣人当然是所谓的什么 是儒家思想里面 所追求的古代的 名主言关 最高典范 哪都是圣人 三皇五帝 另外还有什么 雨汤文武 成皇周公 最后一个孔子 这是中国最高层次 一个统治者的理念 所以这个圣人 可能你的名词 教主以后来的天下 我绝对认为是有个之而无不及 而徐朝 在短短的十数岁之间 将整个形势扭转过来 并且用去的 不是只是打的 只是用所谓的道德教化 道德教化 通分那样东西 护士等等 令到这些蛮方的 所谓的小数民族 是心悦成功 是归航清晨 所以这个圣人好汉 是实至名归 我也写一篇文章 就是讲徐朝皇帝的天下观 这个就是徐民族和徐皇帝 他都继承了就是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 率土之彬莫非黄杀 他们那种世界观 其实来自什么 中国传统瑜伽思想公 所谓的春秋经 孟子那套 是世界观来的 是以什么 是苦福四义 不是用武力征服的 所以除了最强的北方特决之外 西边的很小的 相比随时很小的 特浴云 或者辽东半岛的高例 在这些时候 其实都跟随时有收好 简单说就是说 由最西边到最北边 到渤海一带的一条僵域 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和平 以及不需要大动光歌的状态 随时可以向新的业走 所以处理了这个特决问题之后 徐文帝就开始集中声音 预备部署南下灭陈 我们留下星期就继续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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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